Nervis 新劇《走進你的時間》 飾演韓版李子維的《暗笑蟹》 自《浪漫一生經師傅》 《社內鄉親》等作品之後 成為了近年來備受關注的男演員 究竟出道不到10年的《暗笑蟹》 如何從GYP的練習生 走到現今獲獎無數的演員位置呢? 讓我們起來看看這位能歌善舞 擁有多樣才華的寶藏演員 背後的演員故事吧! 6歲時移民到加拿大的《暗笑蟹》 小時候深受了父母的影響 原本以外交官作為自己的志願和夢想 沒有想到就讀高中時 卻因爲了GYP娛樂公司的人員到訪 因緣際會下參加了面試 並且順利的通過了 最終在盡力說服父母後 決定在17歲時資深回到了韓國 接下來近3年的時間 暗笑蟹成為了GYP的練習生 然而最終卻遺憾沒有被選入正式成員 188公分的身高更成為了阻礙 暗笑蟹說 有段時間真的相當厭惡自己的身高 覺得手長腳長 其實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很希望自己能夠矮一點就好天啊 練習生時期結束後 暗笑蟹仔細的反思覺得 自己雖然喜歡跳舞、唱歌等表演 但這些興趣卻因為工作而逐漸變得負擔 因而決定轉換領域 從此真正的走入了演員的世界 而曾經厭惡的身高卻在往後的演員路上 為他帶來了千萬劇迷的喜愛 暗笑蟹的第一部電視劇作品 《噗通噗通LOVE》 在劇中一人分飾兩腳 演藝是中年間的音樂家鋪言 以及現代帥氣歌手不於期 雖然整部作品只有短短的兩集 但為了完美呈現劇中的騎馬畫面 暗笑蟹每天都會練習一個半小時的騎馬 以及三個小時的武術 拔了整整三個月準備 真的是非常努力的想做好演出 據導演金智鑫所說 最初是在2015年的音樂綜藝節目 《Always Container 2》中認識了拉著小提琴的暗笑蟹 最終取得了聯繫 選中他出演這個角色 看著花絮裡面專注演奏吉他 休息時間努力背著台詞的暗笑蟹 不難想像他花費了多少精力 用心投入的這個作品之中 因此暗笑蟹也在2015年 順利的以《噗通噗通Vlog》作為演員出道了 大家可能會覺得這部作品這麼短 肯定很少人看過吧 愛好穿越劇的我卻非常早就看過這部作品 沒想到我也是親眼見證了暗笑蟹的出道啦 故事短小但有趣 喜歡暗笑蟹的輕骨真的可以去找來看看 故事其實是關於韓文創造的過程 雖然暗笑蟹未能順利的以歌手出道 卻因為公司推出的限定企劃男團101 而與三位演員郭時陽、玄杜君、宋元席 一起組成團體 除了發行單曲外也舉辦了簽唱會、粉絲見面會等活動 展現了暗笑蟹的歌唱才華外 也圓滿了當年的出道遺憾啦 有意思的是由於1O1並非是常規的男團 而是以暴打粉絲為路線所組成的團體 因此四位成員平時聚在一起的時間其實不多 不過這並沒有影響他們之間的好感情 不僅常常會以簡訊通話鼓勵彼此 更會互相觀看出演的作品給予建議 真的是非常可貴的夥伴與朋友 2017年安肖蟹以網絡劇 《戒指女王》的男主角普世健 圈粉無數粉絲 而這部作品也是他繼《普通普通LOVE》後 再次與金色奇聯手合作《戒指女王》播出後 迅速的累積了人氣 觀看人數突破了百萬 為旅行收視公約之後才有了安肖蟹與金色奇跳舞的經典影片 兩人的好默契不僅展現在戲劇當中 就連舞蹈也相當流暢完美 也讓粉絲再次看見安肖蟹的跳舞實力 由於從小聽著古典音樂長大 加上受到哥哥的印象 安肖蟹對音樂的興趣很早就開始萌芽了 有趣的是他之所以開始學習弦樂 竟然是因為小學時期最好的朋友正在學習大提琴 為了不要出給朋友才開始接觸小提琴 並在日後的國高中時期 在學校的管弦院團擔了小提琴手 讓人最佩服的是除了小提琴外 也可以看到安肖蟹演奏鋼琴吉他的聲音 看著他享受於音樂當中的樣子 是不是也不自覺的感受到快樂和放鬆呢? 回頭看這段學習歷程 或許安肖蟹也沒有想到小時候的一個興趣愛好 竟然會成為日後踏入演藝生涯的一個重要契機 他不僅以小提琴家的身份 通過了180位試鏡者的面試 順利的進入了音樂綜藝節目 Always Container 2 但因此被導演經濟學挖掘 而成為了真正的演員 無論過程如何的波折 安肖蟹都憑藉了自身的實力 走出了屬於他的一條新路 一改前幾部作品的帥氣形象 安肖蟹在雖然三時擔任實習中 理了極短的頭髮 演藝賽廷運動天才六燦 透過這位熱血又開朗的少年 安肖蟹可說是大大的突破了自己的演技 而且為了讓自己更加符合運動員的形象 從未滑過賽廷的他 在炎熱天氣下苦練了一個半月的時間 不但將肌膚賽成了小麥色 更因為大量的運動而瘦了好幾公斤 憑藉著這樣的努力 安肖蟹成功的奪下了SBS演技大商的 男子新人演技獎 成為他演員生涯中的重要里程碑 很有趣的也是在一次採訪中 安肖蟹被詢問到目前最好奇哪一位角色的生活師 他的回答竟然是柳燦 安肖蟹說他很好奇柳燦 最終是否成為了真正的賽廷選手 還是在做別的事情 相信不少粉絲都會為此惠心一笑吧 喜歡演奏樂器外 安肖蟹的一大興趣就是聆聽音樂 從爵士、IMB、古典樂到流行音樂 喜歡的音樂類型可以說是相當的廣泛 他甚至在節目上分享 近期自己有蒐集黑膠唱片的習慣 甚至因為幸運蒐集到某位歌手的第一張專輯 而感到非常開心 可愛喔 安肖蟹第二格廣為人知的興趣就是非常喜歡閱讀 不只曾經分享過卡內基、Boro Eater、Shenko Joder 書籍都對自己有深刻的影響 更多次提到非常喜歡被討厭的勇氣這部著作 甚至為了大力推薦而贈送給社內相親的劇組演員 真的是特別可愛和用心 除了靜態的興趣之外 安肖蟹其實非常擅長運動 學生時期的他就非常喜歡足球 甚至還加入了足球社 讓人不禁佩服安肖蟹動靜皆宜的全能細胞 現今的安肖蟹依舊維持著運動習慣 喜歡在夜晚的時候出去慢跑 但他卻有著相當特別的習慣就是 喜歡先洗澡後運動 這其實是因為他自己想要清爽開心的進行運動 而選擇先把自己清潔乾淨 或許對他來說運動真的是一個相當重要且紓壓的活動 安肖蟹在深淵裡飾演著重生後 獲得帥氣外表的車敏 看似將自戀掌握得恰到好處的他 卻坦言整個過程其實相當的困難 從來不覺得自己外表出眾的安肖蟹 因為拍攝需要沉迷於自己的外表 而遲遲無法入戲 甚至覺得相當的煎熬疲憊 後來導演給予了非常多的勇氣和肯定 自己才厚著臉皮裝出帥氣的模樣來演戲 而這樣的特別演出經驗 也算是為了日後十足鳥一腳做足了心理建設吧 安肖蟹曾經說自己做過很多次的MBTI測試 始終都是IMTP人格 也就是喜歡沉思性格較為內向的邏輯學家 據他所說他曾經一個人待在家裡整人四天 追劇彈吉他聽音樂盡情做著自己喜歡的活動 回過程來才發現自己在這麼長的時間裡面 竟然一句話都沒有說過 可見他真的是非常享受於自己獨處的時間 讓人意外的是內向又沉穩性格的安肖蟹 卻會在喝酒後與親近的朋友們愛的告白 他說由於自己平時比較內向 卻又覺得應該要多多向朋友表達感謝和自身的情感 因此才會趁著酒意說出心裡話 看見這樣的舉動朋友們想必會覺得心軟又可愛吧 在《浪漫醫生金師傅》裡面 飾演天才外科手術徐宇正的安肖蟹 他因為這部作品徹底的打開了知名度 不僅奪下了數個獎上 甚至因此收穫了無數的粉絲 其實徐宇正這個角色對於安肖蟹來說 無非是相當大的挑戰 由於是第一次出演醫師的角色 因此做足了相當多的練習 不管是手術時需要展現的縫合手術 還是背誦英文醫學術語 這些都是非常困難的 有趣的是安肖蟹最常恩學的場面 竟然是因為英文說得太過標準了 為了要呈現劇中需要的韓式英文 安肖蟹需要刻意的轉換口音和念法 意外的讓他吃足了苦頭 在這部作品中也和李聖金一同負責發糖 各種甜蜜情侶互動和吻戲 讓粉絲們看得尖叫不停 然而在看似熟練的吻戲背後 安肖蟹說自己在拍攝最後一場吻戲時 還默默的從導演的車中拿出了一瓶紅酒 喝了兩口 藉著酒意才能化身吻戲醬了 而在《浪漫醫生及師傅》第三季時 也展現了高超的演技 把因為意外而疼痛不已的徐宇正演繹得淋漓盡致 隔著螢幕都可以感同身受 而在第三季也可以說是最多主要演員的一季 安肖蟹在幕後中分享 和這麼多的演員一起拍戲感覺很幸福 明明拍了很長的時間應該要很疲累 但很神奇的是一點都不累 從中也可以感覺到 石原家族真的也帶給安安很大的滿足 因為《浪漫醫生金師傅》的合作 韓石貴成為了安肖蟹非常尊敬和喜愛的演員 據安肖蟹所說 韓石貴總是會第一個到現場準備 而且時刻展現出對於演戲的熱情和努力 這些都讓安肖蟹漸漸有了改變 有種打開新世界的感覺 雖然在前輩面前 安肖蟹總是內向的不知道該怎麼表達自己 但看著他欽佩的眼神 可以想見安肖蟹是真的相當敬仰韓石貴 除了韓石貴外 早期安肖蟹也曾經提及 前輩陳東益是自己相當敬佩的演員 自己平常就喜歡觀看陳東益的作品 覺得他的演戲非常的自然 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 是安肖蟹未來想要學習成長的一個目標 在2021年播映的《紅天機》裡面 安肖蟹一人分四三角 除了失明的蘇文官組部 同時也是秘密組織的首領日月星 此外更加飾演了帶有毀滅力量的魔王 不僅再次考驗著他的演技功力 更在許多方面帶來了挑戰 卒劇中荷蘭這個角色 由於相當善於演奏玄赫琴 因此安肖蟹也為此練習了一段時間 雖然擅長非常多種的樂器 但就連他也覺得 玄赫琴的彈奏超乎想像的困難 經過一個多月的練習之後 最終完美的演出了演奏畫面 拍攝《紅天機》的時候 為了要符合角色的設定 安肖蟹必須長時間的配戴紅色的音樂 據他所說那時候的眼睛狀態真的相當不好 在少有不需要配戴的場景的時候 會因為身體特別舒適而狀態好上了不少 由於劇中使用到相當多的特效 因此CG的拍攝都是在欄目前靠著演員的想像憑空進行 而劇中有他化身為魔王的樣子 起初以為會是CG特效 卻沒想到光化妝也是化了三個小時的特效妝 因此安肖蟹坦言 拍完後真的特別的尊敬那些出演了漫威的演員們 有趣的也是安安曾經在訪問中 說自己很喜歡小蘿蔔道尼 以及他出演的鋼鐵人 眾所皆知的是安肖蟹是一個超級貓奴 家中養了一隻叫做Paul的貓咪 而這個名字其實取自他自己的英文名字 有趣的是據說安肖蟹原本以為Paul是一隻公貓 才取了這個名字 但後來才知道原來他是一隻小奧母貓 雖然這個命名有一個小小的錯誤 但安肖蟹的一點都不建議Paul的性別為何 對他來說Paul就是他相當疼愛的一個寶寶 安肖蟹更時常在節目上炫耀Paul的乖巧與溫順 言語之中能夠看見他滿滿的叢溺 訪問中問到賴家會如何度過時間時 安肖蟹都說自從有了Paul就會花很多時間陪伴他 後來問到了休息時間早上的例行公事會是什麼 安安則說他會起床後先喝水 也不忘了給Paul吃零食給Paul添飯換水 真的是完全的養貓日常 看到安安這麼日常的一面 同時身為貓奴隊伍也覺得好懶度呲呲呲的往上爆發 讓大家印象深刻的肯定是社內相親的自戀社長江泰武吧 在劇中飾演了帥氣又完美的江泰武 對於安肖蟹來說難度大概和深淵裡的車名相差不多 在說出許多肉麻台詞時 甚至會因此覺得渾身不對勁 不過安肖蟹也說透過江泰武這名角色的強大 也讓自己因此獲得了不少自信 至於死豬鳥這個稱號 雖然安肖蟹曾經困惑的表示 自己其實相當的不明白自己和死豬鳥究竟哪裡相似 但想著如果觀眾們能夠為此感到開心的話 那麼自己也會很樂意的接受這個稱號 因為社內相親正是一部歡樂又舒暢的電視劇 在Nefis上面開播的《走進你的時間》 翻拍的正是2019年紅遍台灣的《想見你》 安肖蟹分享他之所以會選擇這部戲劇 是因為他很喜歡穿越時空的題材 從小就很喜歡觀看與時間相關的電影 而這次在閱讀劇本時也看見了許多喜歡的部分 因此想要在這個部分挑戰自己 雖然安肖蟹觀察了《想見你》中的許光漢 對於李子維的演繹也覺得他的版本相當的完美 但擔心影響到自己的詮釋和想法 最終只有看了一半而已 希望能夠演繹出屬於自己的角色 因此非常用心的準備了這次的作品 聽完安肖蟹的分享是不是更加期待 《走進你的時間》這部作品了呢? 除了很好奇韓版會如何改編以外 也很期待這次安肖蟹會怎麼樣再次的突破自己 為我們帶來更具有魅力的獨特角色 留言告訴我你最喜歡安肖蟹的哪一部作品吧 喜歡今天的專題也別忘了按下喜歡 訂閱這個頻道讓我們一起看更多的演員專題吧 我是卓妮 我們下部...嗯? 下個演員見 掰掰